我刚才一进门就惊艳到了 在浦东住出了这个浦西梧桐区的感觉 没想到我的穿搭还能跟卫生间给搭上 不是磁砖成型了吗 这一期大家真的配色 完全可以参考 那作为一个曾经的美术生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简单易懂的训练方法 可以运用在家去搭配上 其实可以去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溜娃的Room Tour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家呢 是位于上海陆家嘴一套 五房一心护心还带80平院子的老洋房 当然这个老洋房是要打引号的 毕竟这在浦东嘛 屋主馒头是一位在上海待了十几年的东北姑娘 她和老公在2019年以每瓶6万的价格在陆家嘴 买下了这套20多年房龄的一楼老房子 然后又花了130万进行重新装修 馒头很喜欢老上海的文化 所以她选择海派风格作为自己的装修异想 用淡雅的大地色搭配富裕的深色木调 平和了精致摩登的调性和功能实用性之间的关系 最终呈现出上海百年老洋房的独特韵味 毫不夸张地说她的每一个角落 都像老店一般浪漫 雅致 令人沉浸 耐人寻味 这么美的房子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美丽的女屋主 馒头 大家好 我们家是建筑面积210平 然后实际使用面积是180平 五是两厅两位 房龄是2000年左右的老房子 这个户型就是传说中别人嫌弃的户型 但是我觉得它开发空间还蛮多的 我刚才一进门就惊艳到了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空间感 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拐角 但是我当时看房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这个拐角蛮有特色 很像那种美式的那种别墅 然后刚好外面有个小院 就是可以打造成一种 我们比较喜欢的老洋房风格 在浦东住出了浦西梧桐区的感觉 有一点欺骗性 整体的装修预算呢 120万 而且我们家其实用了大面的牧师面 整体来说预算控制的还是可以的 200多平的房子 而且还是在上海的装修 人工会比较贵 接下来我们请馒头正式的从玄关开始 带我们参观一下它老洋房院的家 这个一进门这个部分是玄关 其实在原始户型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大开间 就是会看到里面的房间一览无余 对设计师觉得其实我们面积也是够用的嘛 就把这个空间更加合理化了 然后这边就做出来一个玄关 进门就是增加了一个仪式感 那你的鞋柜在哪呢 那你没有鞋吗 我的鞋柜是在这里 大家都以为我们家这个是木墙 其实它就是隐藏的柜体 这里面放了将近100双鞋 有点乱 你看你老公的鞋就两层 存在感很弱 你看其实关上之后 它做出了这种护墙板的这种效果 非常完整 其实也能达到一种那种极简的效果 会觉得你们家的开关面很精致有没有 也是用的胡桃色 对 那这种比较风格化的开关面的成本要贵多吗 其实成本差不多 差不多吗 对差不多的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 因为它也不是什么实木的材质 它只是在风格上面看起来比较贵 其实我们家有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让人觉得很贵 其实价格并不高的 把这些看起来很贵 但实际上不贵的 就记记笔记 敲敲作业好吧 我们看一下客厅 往这边走 这个墙是这是空的 这是石膏板 就是好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承证墙 其实不是的 它是为了跟沙发来匹配 就让沙发显得不那么孤立无援 包括上面这个梁也是 对 这是一起做出来 它其实不是防梁 之前有一些信风水的小伙伴说 你沙发放在梁下面会有一点不吉利 其实它不是梁 我们家常住人口其实也只有两个人 然后也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公共空间 就把它合理化了一些 因为我东西还比较多 所以做了一面墙的柜子 超大的储藏空间 是的 它是一个收纳猛兽 这个柜子的深度是多少 40公分左右 拿物柜收纳柜或者家政柜 40是够够的 对 这里是你们的主卧吗 这是一个小客窝 对 就是跟主卧也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大家各自有自己的隐私 这个树影现在打到这个床头 很美有没有 这个窗外的景就是自己家的院子 然后像这棵树它是一棵桂花树 它到了秋天的时候 整个屋子都飘着桂花的香气 那我们现在看看你的80坪的大院子 院子也是一个异形结构 它是包裹着整个房间的 像一个回旋标 对吧 对 回旋标户型 对 这个株历巴就真的 大家如果经常去安抚路 对 或者是无动区那边去逛的话 经常会看到有这种株历巴 对 在之前它就是老小区原始的那种铁栏杆 密地性很差 其实晚上你如果在家里开灯的话 外面路过的人 几乎每个人都会来看一眼 造价呢 我的整体下来是一共花了7000块钱 总共多少 应该是20几米 包括我这个水泥地面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地面 但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有点蝉翼的 有点灼灼的这种手工感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亮 我们一楼就采光肯定是有一些局限的 它可以起到很大的反光作用 那你整个院子的造价其实不贵 不到2万块钱 但是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 我觉得 对 我很喜欢躺在这 就是晒太阳心情会好很多 这边就是很实用 你看包括晾衣服 还有洗衣房的功能 等于你的晾晒动线是非常非常短 然后这个是厨房 厨房的门可以直接出来 就通往这个生活区 然后这个钢琴的来历就是还蛮特殊的 而且是演奏级的K级卡娃伊 它其实是原房东留下的 他们家是艺术士家 他们家的几个亲戚都在维也纳演奏过 他当时是要出国了 方便带走 而且就跟他们蛮聊得来的 然后就觉得要不就送给你们吧 就直接送给我 对 甚至我用它有点抱舔天屋 放在这个家里面 我觉得好搭 浑然天成 就感觉你是为了装修买的 对 就是钢琴放在这里增加了很浓烈的原稳气息 我觉得它就像房子的一部分一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餐厅了 这个空间真的巨美 在进入这个餐厅之前 我还发现有两个小细节 鱼哥是这边 你也做了一个置景 这个自行车就是 无意间摆在这里 觉得还挺好看的 还挺有那味的 对 这种复古款的自行车 它跟上海老洋房的这种调性 是非常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上个世纪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多四轮汽车 大家出行其实就是靠 大的小的28杠 还有什么上海永久凤凰 我最近看胡哥演的繁花的预告片 它其中有一个镜头 不就是在上海的老街上里面 就是这种穿梭 就是这种记忆 我觉得它可以中和一些这种 过于沉稳的这种气息 就一下就很活泼了 对 增加了一些年轻的活力在里面 就是甚至跟你这身搭配 好气氛 你以为我是白来的吗 原来是做好功课的 上个世纪的送抱小童 把我的脸披成胡哥好吗 谢谢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双开门大冰箱 对 我们家的厨房面积比较小 一个异形的小厨房 很难放下双开门冰箱 设计师很巧妙的 就是把这个冰箱位挪到外面 这样的话动线方面也更合理 但是我也很好奇 你当时没有想做开放式厨房吗 现在开放式厨房这么流行 而且你们家空间那么大 因为我们家整体风格是复古风 其实还是保留了这种 以前的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可能偏中式口味 多一些用的油 可能会种一些 空地的空间更合适 其实这个厨房是蛮省成本的 它这些木材其实用的不是实木 因为一想到厨房 其实你重油重盐的地方 有太好的木种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奢侈 你具体用的是什么板材 这应该是个复合板 它是贴的那种木纹的那种膜 成本就会低很多 你这地砖选的也是很老上海的感觉 对 一瓶在大上海舞厅跳舞的那种感觉 会的 也是增加了一些复古的元素 跟活泼的气质 多了一些层次 你们的设计师还真挺厉害 真的是强领安利 我们接下来聊聊餐厅 这个餐厅就真的有种超级宴会厅的感觉 这把椅子是淘来的一个古董丹麦椅 它这个颜色放在这儿 可以把整个空间点亮 然后像这种红色眼素跟窗外的这些绿色的绿纸 你这个窗景好好看 是的 这是老房子独有的优势 就是它小区的这些树的树林都很久 所以它非常茂密 还有一定的遮掩丝的作用 当时这个价格是 6万多一瓶 等一下 不能相信是吗 什么时候 19年 19年 陆家嘴 有一个小小的低谷漆 这个地段是真的是陆家嘴 它只是房龄老 性价比太高了 减漏子了 我觉得你们家的墙面的颜色 我好喜欢 这个颜色搭配 你看白的顶 浅黄色的涂料 加上牧师面的钩边 浅中深 就很有那种民国风的感觉 对 果然是选美术的 很懂颜色搭配 这个画是我自己画的 这个画 对 它其实就是一种色块 它没有什么意义 中和这个房间颜色的作用 房间里面用到的颜色 它在里面其实都体现了 又能跟这个城面的颜色 很好的呼应在一起 整个参客出工区的空间 包括院子 我们看得差不多了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 可以参考的地方 接下来还有很多空间 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说的 馒头家有5个房间 而且5个房间各有功能 来我们一个一个看好吧 你先看这边书房 书房是一个暗调的书房 就是我个人的偏好里面 我会觉得一个深色调的空间 可以让我静下心来 去做一些事情 你这个墙齿 真的好好看 看着这个墙齿 我觉得就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对的 而且这个书房它好的一点是 虽然它整个色调做的很暗 但是你看 它外面可以看上院子 户外空间 这样其实也不会觉得太压抑 是的 接着往里走 先看左手边的第一间 它是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的阳光好好 对 但你看这个空间的色调 跟刚才书房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但它只是色调不一样而已 它的复古元素还是统一的 是的 就是整体机枪都是海派风格 这里为什么做个这种小东西 这个小东西它叫绷纱 其实你看那种年代剧的时候 会经常出现这个元素 因为我们家是一楼 然后外面会有一些车辆 是行人这种 它其实都起到一个遮隐私的作用 然后同时可以增加复古的氛围 尤其是配上这棵树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优密的 花园阳房 就会有一些气变性 这是阳光灿烂的主卧 对 然后这个主卧的配色又不一样了 它有点这种大地色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暖暖的配色 这个衣柜的设计也很有特点 对 在不影响空间的情况下 就做到了储物量最大 我也注意到你这个衣柜柜 其实很好看 这个是什么玻璃 它就是一种磨砂玻璃 然后里面配了一个 刚刚看到小绷纱帘 它会增加一种轻盈感 如果它是 本石木对吧 对 它就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因为本身这个空间的面积不算大 那这个空间呢 这个空间是拿来做什么 是我的小化妆台 第一是方便 第二就是它其实可以增加这一块面积的轻盈感 如果是一个柜体直接做过来的话 你会觉得这边风的死死的 有一种不透气的感觉 这边是个拉篮 就是放一些护肤品 化妆品 还有一些小零碎 这个衣柜的设计真的还蛮有特点的 这个小屏风就是隔断 对 因为它这个老房子的一个地端 就是设计的时候 它的卫生间是对着门的 像那边的墙也是承重的 就没有办法改 所以还是保留了原始门的朝向 然后在前面加了一个这样的屏风 这样的话去除了一些尴尬感 原本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公主从她的床上慵懒的 先看了一眼一看 阳光在那边拉屎 不好意思 是个暗卫 对它是个暗卫 现在也稍微有点光可以寄到 对的 卫生间里面 那为什么会考虑做两个独立的洗手吃 而不是做一个二等呢 这边台面就少很多 是的 这个也是一种牺牲 在喜好跟功能上面的做的一个权衡 一般的普通的双台盆都是现代风格 在复古风格里面 不存在这种两个台盆连到一块的这种设计 这个卫生间的风格是很纯正的Art Deco风格 就是它比海派风格要更偏摩登一点 包括这个小花砖 还有这种黑色跟米色的配色 你的配色真的好绝 每个房间每个空间的配色都不一样 但是没有违可感到 整体又在一个大的风格里面 对 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追求每个房间颜色不一样 但它配色会越来越乱 因为它不在一个体系内 这其大家真的配色完全可以参考 美术生 其实还是设计师的功劳 一起同理合作 我发现你这身衣服和这个卫生间超级配 你看这个黑色跟这个黄色帽子上色 真的好笑 一毛一样 没想到我的穿搭还能跟卫生间给搭上 其实磁砖成精了吗 这个不瞒大牙 这个就是我家 拜拜 然后再往前走 这个是一个刺猬 海派风格里面 我觉得它偏东方风格会更浓一点 像这个壁纸 其实很多人关心会不会在里面有湿气 但其实还好 就是它在甘区目前没有任何问题 你只要就是把那个打底工作做好 而且说实话 其实壁纸如果一旦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再去换买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难的工程 这个木色雕配这个花纹纸 这两个点色结合 很好看 你加个墙纸链接都放一样 好的 你回头我去整理 安排 安排 夹构 配着一个仿木质的一个摆页 其实它是铝合金的 我以为是木片 这个才几十块钱 比木片便宜 对 然后也是防水的材质 它看起来质感还蛮好的 我发现你对家居糊弄觉得深暗此道 我今天是真没想到 这个我这半辈子的穿搭 居然有一天能跟卫生间撞身 还能跟这个钢琴撞身 但是真的很契合整个调调有没有 一个东北姑娘来上海十几年 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 你眼中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可能会有一些人说 就是觉得上海这边没有什么人情味 就包括我自己刚来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这种体验 但不知不觉中 自己也是变成了这样子 甚至觉得这样 就是有边界感的这种交流 是很舒适的 我非常认可 我觉得双手贊成 边界感这个东西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很重要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边界感的话 在社交上你会很累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海派文化呢 我喜欢一种文化杂柔的感觉 海派风格它是包罗万象 还有我喜欢的古典元素 我喜欢的现代元素 然后有西方的元素 然后有中式的元素 就像其实我们学艺术 没有所谓的好看的颜色 跟不好看的颜色 其实只有不好看的搭配 和好看的搭配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好吧 大家后面在家装里面选颜色的时候 不要再纠结单一颜色到底是怎么取舍 是的 而是要看整体的颜色搭配 你老公对这样的风格 他是有什么感觉 他作为一个理工直男 关于美学方面的训练也比较有限 他也不太懂风格 但他能感觉住到这个房子以后很静心 典型的一点就是他之前出差 觉得住的酒店还蛮好的 然后现在出差觉得住的酒店没有家里 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叫美学的训练 其实审美是需要训练的吗 它不是一种天赋 我觉得天赋也很重要 但后天的训练也会起到很明显的作用 作为一个曾经的美术生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什么简单易懂的训练方法 可以运用在家具搭配上 除了去看别人的成功的案例 其实可以去看一些这些古典的名画 尤其是油画它的配色 它的色彩分布的比例是非常考究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提取到电脑上 然后用吸管去提取它每一种颜色 然后去看一下 计算一下它的这幅画的每一种颜色的占比 然后你把它可以还原到 比如说你的服装搭配 包括你的床品搭配 你还是按照这个比例的方式去搭配的话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和谐 大家学会了吗 软妆还有家具的设计 都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真的很简单易懂 那整个装饰过程中 你觉得最难的点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装修 所以不是很有经验 在合同方面也没有仔细阅读 所以当时是每超时一天赔付50元 这太便宜了吧 是的 所以就脱工脱了蛮久 但是又没有办法 因为是自己签的字 那一般钱关系它这个金额是多少呢 其实一般应该是按照你的房租来计算的 对50显然是特别不合理的一个数字 所以后面有小伙伴装修 我都告诉他你一定要把合同签好 然后我说你们可以试图去改一下 每天赔付一签 但其实装修公司为了拿下这一单 还是会签字的 对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期限签的严格一点的话 基本上不会太出现问题 还有一点是非常需要有主件 比如说你在装修的过程中就会有无限的阻力 比如说这个装修工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某一个环节 它是要改造你的设计 这个时候你要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 其实我们家最后的效果还比较满意 就是源于在这种过程中 我其实没有做过一次的妥协 一次都没有 没有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当初的效果图 基本上就是完全反应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馒头跟我们分享他更美的家 如果你觉得馒头的颜色搭配 还有它的装修对你有参考的话 不妨点赞转发评论 我是六啊 关注我和家庭一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